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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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咱们上期聊的是一个桌游大概的一个发展的脉络 从它最早的出现到一直咱们应该是捋到了现代了 对 现代桌游的发展 对 其实已经捋到了这一会儿 这其中也包括咱们讲了几个有意思的故事吧 算是一些典型 对 以大风为主 没错 在这其实还要感谢高耀松老师给我提供当时的一个资料 对 大风的线索 咱们这一次 其实上次最后做了一个预告 说这次咱们要聊的是黑科技穿越者 特斯拉和爱迪生之间的爱恨情仇 但这个跟桌游有什么关系 巧了 就是因为有一个游戏 在去年的时候出了一款游戏 就叫做爱迪生大战特斯拉电流之争 这是个桌游什么 对 桌游 真心是一桌游 这个游戏的主题 其实大伙也能听出来 就是这两位之间的一些个 用他们的这种恩怨梗 明争暗斗 对 其实不用暗斗了 就明争了 就是交流电和直流电 我们都知道爱迪生其实大伙都知道 小学反正我课本都学了 说爱迪生的种种真实或不真实的故事 反正那会儿都要背的 还刻文 现在也都忘了 但是爱迪生的这个名字 后面总是连着一个称呼叫发明大王 小时候一说爱迪生有多少种专利 多少种发明 发明灯泡 对 尤其是电灯 没错 这个时候爱迪生应该说是历史上 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家 另一位咱们提到特斯拉 其实咱们也说 为什么管掉黑科技 或者说什么穿越者什么的 种种这种 其实特斯拉应该是说 这一两年才开始活着 对 特别活着 差不多吧 尤其是电动能源的 对 特斯拉名字就叫特斯拉 没错 特斯拉的发明 比如说它有一个叫特斯拉的电圈 大伙看到电圈那个塔的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 这个科技好像跟我们的科技术点的 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但是以前小时候玩红井的时候 那个塔就叫泰尔萨 就辞报 辞报那个 就叫特斯拉 其实就是这 它就指的是那个东西 就是这东西 老外好像就特别迷 不管叫电磋 对 没错 叫电磋 那会儿也没太细想 它具体说叫什么 现在知道还有这种梗在里头 对 那特斯拉其实说 它发明的 就是它主导的 是这个交流电的发电 那爱迪生的主导的是直流电的发电 其实搁到现在 我们已经知道了 大家平时用的 就是家里电门里走的 那是交流电 对 反正你拿手一摸 也就死了 但这个东西是交流电 这个是肯定的 交流电最大的意义在于 它在传输当中的耗损比 跟那比直流电要合适 就是说它在传输里头 相对来讲就是成本低 就可以这样来理解 当年爱迪生争的时候 也是因为一个利益之争 他主要 对 因为爱迪生最早发明的时候 他想出来的是直流电 那么他在一开始 供电系统铺设电网 铺设这种供电站 整个研究的这一套东西 都是以直流电为基础的 所以他如果你后面 出现一个交流电的话 就我这套东西就废了 那这样的话 我等于前期的所有的投入 本都说不回来 就完了 没错 那其实这里应该说一句 就是关于爱迪生这个人 爱迪生这个人 虽然他是一个发明家 但其实爱迪生 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 咱们一会儿在这个游戏里 还会提到一些故事 就是关于爱迪生 去经营的一些故事 他爱迪生发明的电灯 不是当时唯一的灯泡 就是有电灯灯泡 是有很多种的 当时有很多这种发明家 在发明这些东西 在经营自己的这种电器公司 爱迪生成立一个 叫爱迪生电器公司 然后其他人 也有其他的电器公司 但是很多人 当时在竞争当中 可能他们就是一些 单纯的发明家 这些人对经商 可能就是 怎么说 没有那么大头脑 对 商业头脑低一些 不太会运作 总之就有很多人 是被爱迪生的公司 挤队的就干不下去了 然后其中一些人就不干了 有些人就离开了美国 甚至 这一会儿咱们要提到 一个在游戏中 也出现的一个人物 就被挤走了 这个时候爱迪生 他已经是一个伟大 算是这种发明家 大家一说 都知道爱迪生的地位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会儿说一下特斯拉 其实特斯拉出道比较晚 特斯拉他是一个 塞尔维亚级的这个人 算是他的后辈 对 他其实最早是到 爱迪生公司去找工作的 然后说这个 就很景仰嘛 就是老前辈 然后我到你这来工作 可不可以 然后当时那么 他加入爱迪生的 这个公司之后 爱迪生给 就是也给了很多机会 然后就在这个公司里工作 后来有一些事情 当然咱们 咱们是后人传 是不是真事 咱们也不做去考究 毕竟不是个历史节目 对对对 那就是这个 爱迪生让他帮忙去 研究改良一种发电机 那么这个 并且许诺他呢 试成之后 会给他五万美元的报酬 那个时候五万美元 是个天价 非常非常大 然后特斯拉就去 把这个事搞成了 但是搞成了之后呢 爱迪生没有给他这笔钱 违约了 对 就是爱迪生跟他说 爱迪生也不承认是违约 他说我这是一种 美国式的幽默 就是说那五万五千五 你别当真 塞尔维亚人不懂 美国人幽默 竟然把五万美元 这么多数都当真 我给你一航空舰 你要不要 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那会儿也没有航母 就是这么一说 这个反正就这种感觉 就是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别当真 然后那这个时候 这个特斯拉也 反正后来特斯拉也就认了 那怎么办 然后后来就说我 那我提出 你要给我增加一些薪水 把我的周心 那会儿应该是周心结算 把我的周心提升一些 这个总合理了吧 我给你做了这么大贡献 做这个 没有 依然被拒绝了 就是爱迪生依然拒绝了他 事实上特斯拉 在他这个爱迪生的公司里面 就他就已经开始去 倾向于这种交流店的研究了 那这个爱迪生是很看不上的 咱不管说他是看不上 还是故意不想看上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特斯拉在这儿呢 也就是得不到 被受几个 对得不到发展 就是他的科研方向 是得不到发展了 所以后来他就辞职了 就走了 同时在这之前 爱迪生还拒绝了 之前这个其他公司 跟他关于交流店的合作 就是让他去重搞交流店 就是爱迪生一方面 就是说刚才的 出于刚才 就是我初期的投入研究 太大了 都是指标店 对太大了 那这东西我不想改 第二就是我也不认为 你们发别人搞出来的 这个交流店 比我的指标店更好 然后那这样的话 这个故事就 就是这个整个 就是咱们这个游戏的背景 对对没错 那咱在现在 再给大伙再大概讲讲 这个游戏 是什么样的游戏 没错 其实这个游戏 如果我们抛开背景 这是一股票游戏 股票游戏 对 它就是一个 披着外衣的股票游戏 这个游戏 从头到尾 我们能选择的 玩家要选择的 所有的行动 比如说你是在 直流店里投资 还是在交流店里投资 那么你是影响 因为它有五家公司 在这个游戏里 你会进行持股 这是一个 还记得大家 还记不记得上期 我们提到过一个 并购这样一款游戏 那个游戏就是股票持股 我说后来 它影响了很多游戏 爱迪生与特斯拉 电流之争这款游戏 就是可以算是 它的一个后备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 股票持有的问题 你要持有 这五家公司的股票 然后通过调节 它这里面的股价的上涨 或者是下跌 抛售或者是购入 然后最后来达成 获得最大的利益 当游戏结束的时候 谁签多谁赢 就这么简单 只不过这个故事 获得股票的这些公司 都变成了这种电力公司 这种电器这种发电 符合背景 对符合背景 然后加入了很多的 这种背景的历史元素 那么就把爱迪生和特斯拉 拿出来放进去了 所以这个游戏 当时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受关注的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这游戏 它是哪年的游戏 就是去年 去年 然后这游戏 刚刚放出话来 宣传的时候 大伙都 这游戏太好了 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选题 就是这个游戏老外 可能会非常迷黑科技 就是还有这种 我后来上网搜过一下 就是外国人画过各种各样 拿他们俩人互欧的 特斯拉和爱迪生的同人图 对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估计老外也挺吃这套的 然后这个游戏 所以就很受关注 那么当它最后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就是期盼很久了 可能有些人像我一样 拿到游戏一玩 我去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股票游戏 就是并购 对对 就是一个股票持有游戏 有点失望 但是仔细玩进去 其实还可以接受 这个游戏今天又会出扩展 可以接受 那咱可以聊一聊 就是说 那这个游戏 玩这个游戏 它有哪些元素 对 它怎么跟那个 就挂在一块了 首先这个游戏里的人物 大家可以支持 最多五个人来玩 你可以选五个不同的人物 这其中爱迪生是一位 特斯拉是一位 然后还有三位 咱们一会再给大伙说说 这三个也都是牛逼人 那一会再说 那这个游戏里头呢 大家在玩的时候 你怎么去调节这些股票 就是让这个股票上涨 或者下跌呢 就需要 你需要在点科技术的时候 你要选择 是站在直流电这一边 还是站在交流电这一边 对 然后这样你都要去 就跟这些故事挂在一起 并且还有一些事件 你能雇用一些人物 加入到你的故事里来 就加入到你的公司里头来 然后你还可以通过一些事件 来调节市场 比如在爱迪生当年为了 就是爱迪生当年为了证明 交流电不如这个直流电 那么他用了一些手段 现在想想这些手段 其实不是那么光彩 比如说他在铁板底下通交流电 然后请来记者呀 这种搞这种发布会 把小猫小狗放在上直接电死 他就说这个交流电很危险 不安全 但后来呢 他搞了一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他从当时的一个马戏团 购买了一只年老的这个大象 那这只大象呢 就是他把这个搞了 也搞了一个这样大型的户外的发布会 通过这个通电的方式 把这个大象直接电死了 挺不道德的其实 对对对 其实现在要让动物保护组织了 我估计他也就完了 那会儿也没这么一说 他其实就想说明一点 交流电连大象都能电死 那你用会不会死 就是这样 那么这张大象 这张这个事情呢 就被做成了一张牌 是一个事件牌 对是一张事件牌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件 这也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件牌 有时候我看 我当时翻的时候也是 还有一个电椅 后来一查这电椅这事呢 是就是他觉得大象电死这个事 还不行 还不行 他后来就当时美国政府 正好是哪个州我忘了 他正好需要当时想要更替这种死刑犯 新的死刑 对执行方式 然后后来当时就他就提出来 那不如改进电椅吧 那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有一个电影叫《绿里奇迹》 《绿里奇迹》里面上 就执行电椅死刑那种 那就是那当时爱迪生就是这个 当时他是在他的 应该算是他的学生吗 或者说他的 咱咱算是他的手下 这样就是当时运作的这个事情 那么采用交流电去给这个电影发电 然后把执行死刑 把人电死 然后当时搞了也是像发布会 那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新闻记者都坐底下 去看电死人 其实挺可怕的 对然后各什么法官 这种检察官都在底下坐着去看 然后当时是把这个人就电死了 一盒闸电死了成功了 反正说宣布法医说这人死了 刚说完这人没死 又活了 活了我天 然后就非常痛苦 对非常痛苦 然后后来一看那怎么办呢 说那再执行一次吧 这个事情好像执行了三次 才给这个人电死 太不人道了 他其实说是电死 是把整个后脑烧焦了 这个人才死 烧死的 对对 其实就是这样 大家网上能找到图片 在这不描述了 可以看时间中 然后这个 结果这个事情 带来的效果并不好 为什么呢 他带来的效果 就是大家看完这件事以后 不会去想 它是交流电 还是支流电造成的 只会去想 它是电造 也会想是爱迪生 干的这个事 对对 反正不管是谁 他就会觉得 当科技进展到 一个电的时代的时候 等于这个 崇尚推动用电的人 反而给自己设了一个伴 对 就是让所有世人看到 原来电这么恐惧 就这么可怕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带来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这里头 还要说一件事情 就是爱迪生这个人 他经营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他可能 第一他有商业头脑 但是他好像并不太懂得 资本的运作 所以那会儿 爱迪生干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的公司 就是接受了一个投资 那投资人是当时特别有名的 算是这种 美国黄金金融时代的 三驾马车之一 就是小摩根 小摩根把钱投在他这儿了 所以 但是因为他跟 特斯拉的交流电的 这个竞争当中 就是屡屡失败 那处处失败 尤其是当年的世界博览会 采用了交流电来发电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一下 这交流电带来的这种感受 大家到现场一看 哇塞 这个世界最先进的感觉 交流电一下就火了 因为这样的话 特斯拉就狂 还不是特斯拉 爱迪生就狂败 这样 所以这导致 摩根也非常的生气 这个时候就说 这个其实科学家 归根结底 还是到不过资本家 就是到不过银行家 那摩根最后就干脆 那就爱迪生你滚蛋 就是我不需要 撤资的 对 我就让爱迪生出公司 赶出公司的 扫地走人了 这个公司也不再叫 爱迪生电器公司了 就改名你走人 然后他又去挤兑 就是他同时还去挤兑 这个特斯拉的投资方 然后说 就采用一个办法 我跟你打官司 然后因为那会打官司 是非常漫长的 要花钱 然后对方就很奇怪 说你跟我打这个官司 你最后一定会是输 你没有道理 跟我打这个官司 为什么 然后摩根就说 我只有一个原因 跟你打这个官司 就是耗你的钱 你无休止的 跟我打官司 无休止的 我能无休止的投钱 你玩得过我 玩不过我 逼着对方撤资 所以特斯拉一下也完了 那特斯拉后来 其实死的 就是晚年死的挺凄惨的 据说他最后 死在旅馆里 两天才被人发现 也挺惨的 然后特斯拉没了之后 这个竞争对手没有了之后 那摩根就干脆 就用自己的财力 投入进去来搞交流电 其实要这么说的话 这个交流电 真正的发展起来应用 也跟这件事情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道理说 他对咱们人类 是好是不好的 不好说 历史发展 对也不好 好在咱们现在 享受的是成果 不用参与这些事情了 对 你刚才说到 那些事件牌里面 是不是比如说 我现在股价 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打出一张牌 它会影响到 我这个股价的变化 比如说我打出 大象牌的 可能这个直流电 交流电 可能就这个 那个股价就是上征了 其实它还没你想的 这么细致这个游戏 那它这些牌 其实用处感觉起来 还比较粗糙的 它没有那么细 不是一会咱们 今天可能最后 会讲一个用牌 特别细的游戏 咱们一会再说 那这个里头 它就会直接影响 就是说你这个股价 是上征还是下降 其实就这么简单 或者说影响到 我这个 你在这个执行行动 排序是靠前 还是靠后去调解 就是这样一些事 另外这里头 还会出现 很有意思的人 比如说 这个马克兔温 然后他呢 对 有时候 看这个怎么这里 还有马克兔温呢 但是其实大家翻翻 这个就是历史故事的话 会看到马克兔温 当年和特斯拉私交 是很好的 马克兔温经常去 特斯拉的这个实验室 里头去扯淡 这两个都是神人 对对对 他经常去扯淡 而且还在那里头 出过一些洋相 这个大家回来 可以从网上 再去细查细节 那这个 咱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摩根的 这个公司 就是他把艾迪生 挤兑走了之后 然后又把特斯拉 也挤兑黄了 那么他接着干嘛了呢 就是他干脆就收购了 其他一些公司 和这个艾迪生 当时的这个公司 为基础合并起来 成立了一个 后来特别牛逼的公司 叫通用电器 这么来的 通用电器 通用电器一直到今天 都无比牛逼 就这么来的 那这个游戏里 咱说了 一共有五个人可选 第一个是艾迪生 第二是特斯拉 这每个人物 都有一些特殊技能 这个可能跟历史原型 没什么关系 纯属设计师喜欢 剩下还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物 也是当时那个年代 就是提到 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发明家 首先说第一位 第一位这个人叫做 查尔斯·弗朗西斯·布拉什 那这个人呢 他发明的是一个 可以用于公用电网的 这种高效的发电机 然后同时历史上 第一台风力发电机 也是他的 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人发明的 应该说他算是 风能发电的一个先驱者吧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 这这个一位发明家 那么在191889年的时候 然后他的自己的 这个布拉什电器公司 成立了自己的布拉什电器公司 可是后来呢 也是被摩根的 几对几对黄了 对就彻底黄 然后就被收购了 然后第二位 第二位叫做伊莱修·汤姆逊 这个人是英国人 但是他五岁就跑美国来了 也是一个天才发明家 就是有七百多项专利这种 比如说现在就是他就发明发现 就是人潜水然后上来之后 比如说这种呼吸这个氧气 可能会产生带来一些这个症状 那他怎么改良呢 他就发明了用那种混合气体 来代替氧气 就是现在咱们用的这些个潜水 对对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他发明的 那这个人也是一样成立了 一个自己的公司 后来也被搞死了 然后也被收购 那么他的公司加上布拉什的电器公司 加上爱迪生的电器公司 合在一起就是通用公司 是以这三家公司为基础成立的 最后第五个人比较特殊 就第五人其实结局还不错 第五人也挺有名 第五人叫做马克沁 或者叫马克西 马克西机枪 对对对 就是马克西 马克西当年不是玩机枪 就是他根本就跟军事没关系 牙医 他在美国发明 也是搞发明的 他也是搞电器公司 也是搞电灯炮的 然后他发明电灯炮 可能跟爱迪生的那个 有点区别 这个我就不懂了 这个具体也没研究过 但是就是他被爱迪生 就挤对黄了 行不行也搁一边 反射完探了 然后以至于他在美国 都混不下去了 马克西没办法 就跑到英国去了 结果到了英国之后 就咔嚓一下 就发明了一重机枪出来 然后就改变了人类的战争史 真的是改变了战争史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马克西后来 在英国受风 所以后来 你看那个牌上会写 叫马克西姆爵士 叫马克西 或者叫翻译成马克西爵士 就是他被女王 当时被英王 信爵 对对对 受风为勋爵 可是这个 然后马克西这人 一辈子也没有回美国 他就留在英国了 但是后来到晚年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种 对战争发明的一些愧疚 或者是自己 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马克西晚年 就再也不做这种军事发明了 然后世界上 他在伦敦郊区 设计了世界上 第一个游乐园 然后现在我们游乐园里的 许多大型的游乐设备 都是当年他发明的原型 所以这个人可能 想回报社会 对对 或者说他自己的内心 有些触动和改变 然后其实这要说 这个包括 反正摩根就发了 然后后来其实当 当时美国的三驾马车 这个重要的资本的三驾马车 摩根 然后卡奈基 然后还有洛克菲勒 他们三个人 其实后来当摩根去世死了 之后剩下的两个人 也开始回报社会 就是不停的到处 框框比着捐款 什么这种 就是做这些个善事 可能这些人 也许当年那个年代 人到晚年的时候 反思自己当年做的那些事 可能也是有 原始资本的记得 都是充满血腥的 对对 所以这个游戏里头 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些 可能你会感觉到 这个游戏本身 跟发电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会看到 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你通过卡牌 通过人物 了解这些历史事件 对对 怎么还有这个人 或者这事是干什么的 就种种种种 这样的一些事情 就让大家通过玩这个游戏 算是 我觉得就是能够 可能能够对一些个 这种咱们平时不太注重的 这种知识的角落 会产生兴趣 或者产生记忆 比如我 我是纯学文科的 但以前这些事 对我来讲 就是文学常识 你知道吗 现在可能通过玩这个游戏 反而让我去愿意 主动的找一找 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研究研究这些东西 反正我觉得 算是一种额外的收获 增值 爱迪生的故事 其实爱迪生跟特斯拉的 电流之争的这个故事 其实就说到这 差不多就是这样 很精彩 这个事如果大伙要深挖的话 故事还有很多 还可以接着去聊 咱们在这就不担心 往下再说了 因为游戏这个东西 其实发展到现代之后 它上一期我就提到过 它涉及的这种领域 领域真的是特别的广泛 上次我就说 它比如说有做汽车的游戏 那个游戏叫做看板 为什么叫看板 它指的是 在这种汽车工业体系里 发明的一种管理方式 叫看板管理 然后它就通过玩这个游戏 你能完全的了解 看板管理是一个 什么样的体系 你怎么看板 怎么去进行 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你可以完全清楚 设计开发的流程 对 就是整个 就是它这个看板管理的 运作体系流程 你在一个工厂里 是怎么运行出来的 对 然后或者还有一些游戏 比如叫二氧化碳 这个游戏 你就可以了解到 现在咱们二氧化碳的 排放状况 以及大家怎么去国际上 怎么去进行 这种二氧化碳的 这种对温室效应的 一些管控 怎么去 有哪些个鞋 比如京都议定书 什么烂级包的这些东西 怎么去签 什么烂级包 这里面互相有什么样的牵扯 等等 所以其实桌游 尤其是这种数值的桌游 是一个特别广的领域 它只要有这个机制在 我可以把这个机制 用在任何的 好的领域上 没错 而且这个还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咱们刚才说 电流之争这种游戏 真的就是套皮 我感觉 这个设计师 他应该是先设计了一个模型 就是一个数学模型 然后他再找一个 有意思的背景套上来 这是第一种 另外一种设计师 像上一期咱们说的 路易斯与克拉克 那个游戏的结合 感觉就是他在边设计 边想怎么结合背景元素 而不是出了一个模型之后 再往上套 这两种是其实有挺大不一样的 你玩的时候能感受出来 非常非常的明显 就是一种就是 你玩这过程当中 你自然的会了解到 它每一个环节 一种是你把这个外皮扔了 你也能玩 对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这种桌游 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 数值的一个游戏 没错 是一个数学的模型 没错 我记得我们家 还有一个桌游 什么呀 穷爸爸富爸爸 哦 现金流是吧 对 是专门教你现金流管理 还有一些个人理财 这好像当时是配着 那个书出来的 对配着书 对 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北京我不知道 我估计肯定有 至少在天津 当时有很多这种管理培训 然后他讲 对对 因为我看网上的视频 教程好像都是那种 金融管理培训班 他能讲师 然后给你讲 没错 没错 他就拿这个东西作为教具来讲 挺有意思 反正这个 就是这个桌游的发展 可能在这种 就是大家在没有意识到 它的时候 它已经脱离了一个游戏的范畴 比较娱乐的 对对对 它可能更多的已经从大家玩开心这件事当中发散出来了 带来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一些影响吧 不只是游戏 对对对 就不只是游戏 那接下来就给大伙说一个不只是游戏的事 这个事也是要说到一款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的原名呢 它是一个波兰游戏 所以我并不知道这个波兰语应该怎么读 如果它翻译成中文 差不多就是排队这么个意思 就是指大家排队或者排成的那个行列 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个游戏有什么特殊呢 咱先说第一点 这游戏我不会玩 我到现在也没见过这真游戏是怎么样 是吗 对 因为就没买着过 为什么没买着过呢 因为游戏据说不好玩 值得一聊 国内没有人去出这个 应该没有 中文版是没有人出的 但是好像有人从国外也买过来了 我也见过有人开盒什么的 这个游戏是2011年的波兰设计师制作的一个游戏产品 首先说 咱刚才说了这个叫做排队 因为它有日文版 为什么说咱们这游戏翻译过来叫行列呢 因为日文版 它直接用的汉字就是行列 这俩字 所以就偷个懒 咱也就用行列这个翻译了 那这个游戏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波兰当年被苏控时期 苏联管控时期 他这个 就是搞这个大计划经济 咱会都知道 可能咱们会有更多的深刻的理解 干什么都得排队 对 干什么 你都得凭券 反正我记得 咱小时候买什么东西可能也得用券 然后他那边 波兰那边也是 但是那边 那一代人可能当时都要经历这么一种状况 第一买什么都用券 第二 社会需求总是无法满足 物质上没啥满足大家的社会需求 一听说 比如说门口什么哪哪个店里头 今天有卖盐 大伙屋赶紧排队 或者这家评券能买自行车 赶紧先想办法 评券再排队 连夜站队 就是这种感觉 那这个游戏讲述的 就是首先你在生活在那个年代 然后你家里头的需求 你拿到了一张购物单 就是你得想办法 把上单子东西都买齐了 想买齐了是不可能的 首先因为到处都在排队 然后处处你排到你的时候 可能东西已经没了 就是他这里头 也许只卖三样东西 排了500人出去 就这事有可能 就是这种 那你去排队的时候 你如果想买到怎么办 你就要使一些招 比如说 你请一个有小孩的亲戚 然后带着孩子来装惨 然后或者 我才同情 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招 想办法插队什么的 然后有可能到你之后 你插进去到跟前一看 没了 白白 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 游戏的最后也就是比分 就是谁最后买到的多 游戏也不复杂 那时候这游戏 他到底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因为他引发了一场国际撕逼 争端 对 虽然不至于到动手的这么猛 但是他至少引发了一个两国之间 国与国之间的一个争端问题 就是波兰和俄罗斯 其实这个了解历史的大伙都知道 这个波兰跟俄罗斯 这个作为邻国 在历史上 都不能说相爱相杀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可爱的 就是这个 仇恨 对 波兰近代历史上 三次灭国都跟这个俄国有关系 就俄国直接或半直接的参与了这件事 然后导致现在波兰整个领土 都跟当年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对 那这个两国反正仇结的挺大 那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同志还在波兰跟乌克兰那边 应该在当时都属于苏联 搞了一次 当时还有一个秘密的屠杀 杀了很多的 当时应该说是波兰军队的军官层 以及社会精英知识分子 这样杀了很多人 然后这样这个事 苏联一直不承认 后来知道俄罗斯时期才认了这个事 是我们干的 这个事情 后来你记不记得 当年前两年 波兰的总统飞机失事 他记得吗 就团灭了 当时 那他为什么失事 他怎么回事 他其实就是去 当时坐飞机 就去祭拜当时死的这些人 结果就是为这个原因出行 结果就死了 就直接死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两国之间的恩怨是非常的大 那这个游戏 咱到过头来说这游戏 然后波兰人就开始卖这个游戏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游戏也没有引发什么太多的关注 然后他就是慢慢出一些其他语言的版本 比如说日语版 然后还出一些什么英语版 这样可能也还出一些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谁 这个想出来这招出了俄语版 估计的 这个东西就卖到俄罗斯去了 那可能俄罗斯的这个文化审查部门 不如咱们这么牛逼 没有能够一时发现 漏网之意 可能也没想到一个玩具会有什么说法 就让这个游戏进入到俄罗斯来去卖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过了好几个月 就是俄罗斯有这种监管部门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但是他们也有这种监管部门 也有文化部 对对对 肯定也有 然后接到有人投诉 真理部 对 真理部 接到投诉 然后说这个 发现有人卖一种游戏 这个游戏呢 是诽谤 这个我们苏联时期的这个光荣历史 然后因为你俄罗斯又是继承的苏联嘛 所以俄罗斯当局这个管事的一看 这不行啊 这是什么游戏 拿来一看 还真是 还真是在诽谤 这不是讽刺我们 是不是诽谤 这个咱就不说了吧 反正就是 至少你是在讽刺我们的这个事情 虽然你没明说 那不是傻子 不是傻子都知道 关键是你还卖了好几个月了 这哪行 就马上说这东西 给波兰写信 就是他们发文件吧 就说你们这东西必须下架 或者必须改 就是你不能用我们这个背景 但是因为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有钱筹嘛 这个都不是一两代人的筹 这都已经 所以这个 就不改 就不改 就是从设计师到这个波兰的这个出版协会 就是游戏出版协会 就不改 这就是我们这东西 那俄罗斯呢 你别卖了 你下架吧 就给拿去了 反正两边就死磕呗 谁也不认怂 结果在俄罗斯这个游戏就下架了 等于它就引发了一个 两国之间的一个争执 可是这个游戏之前咱说了就没那么多人关注 结果因为这样 对对对 然后就导致在波兰狂卖 大家都来买这个游戏 然后玩一玩 爱国主义情节了 这个设计师其实他的初衷 是想提醒波兰的年轻一代 不要忘了当年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 然后这样我觉得反而达到这个目的了吧 是的 利益挺好的 没错没错 那肯定就是达到了这样一个 当时的一个想法 那就是说游戏这种东西可能 当然这不是说它故意的引发两国纷争 这是无意之中的人引发 但是游戏可以说到发展到了今天来讲 就是它已经真的超出了一个笑一笑的一个范畴了 对的 不仅是一个娱乐的东西了 没错 那大家可能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会体会到很多 我们之前玩之前你可能没想到的事 或者说你在做这个游戏当中之前 你没有想到的这些个事情 就是咱们上次提到过一本书 就是何一金哈写的游戏的人 然后那个里头 其实它的观点最主要的 就是说游戏诞生 就是随着人类诞生 游戏的发展随着人类发展 这事我觉得到目前来看 它这个理论是完全是正确的 是的 就是它有一些个 咱们能够得到历史的证实 就是这样 其实桌游的 它最大的意义在于除了玩之外 它可能还会带来很多 我们之前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吧 咱们举一个小例子 这个例子是关于以前 大概是公元前1300年 或者是更早一些 一个生活在爱秦海附近的一个民族 叫做驴底亚人 那驴底亚人 当年他们遇到了一个 就是特别严重的一个情况 就是吃不上饭了 非常的遇上饥荒 那怎么办呢 然后只有节一缩食 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就号召大家来玩一些游戏 用这种方式 然后来这样 缓解注意力 对 就是转移注意力 然后 缓解饥饿 反正用了种种的方式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来帮助他们最后挺过了 这个激黄的民族生存下来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说 就是可能给我们一些个 这带来一些有意思 就是游戏 它到底是什么 对 它真的能够带来一些玩之外的东西 对 因为你像咱们之前上一期也提到 像大萧条时期 大家就卖了很多那种 就大风那种 就在大萧条游戏流行起来 对 这其实很大原因 就是人在心里 其实是有一个想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我在现实中 我无法做的事情的一个满足 这个东西 不管你是在电子游戏里面 还是在桌游里面 其实都是有的 桌游的话 我可能更多的 我是靠这种 先不得失桌游 我是靠数学模型 然后来体会它一个满足感 但是你说你光做数学题 你光做题那也是模型 肯定不会说你有玩大风那么高兴 对 没错 你光想什么追击 怎么赶汽车 怎么算兔子多少只腿 广算这些了 因为你看刚才说的电流的游戏 它本质上其实如果算题的话 大家发现 其实我就是在算数 很无聊 很算数 但是我给它套上了一个电流的皮 我给它那么一个故事背景之后 它就变了性质的 它不再是一个纯粹 我靠数值去在数学上得到满足的游戏 而更多是一个 我依靠这个游戏 我得到了更多的一种 我扮演的那个时代的人 我是爱迪生 我还知道这个事了 有这种满足感在里面 而且它可能还会有一些 就像刚才咱说的 它可能会了解一下 之前不知道的事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至少对于我来讲 玩这个游戏 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当时让我知道了这段历史 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核心玩法应该为故事服务才能让大家更加有代入感 对 没错 其实就像刚才无头说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外壳抛掉了 大伙在这算数 你买多少卖多少 难不就成交易所了 对吧 这实在是很无聊 可能这个游戏就潜移默化当中 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生活的这种方方面面 对 一些方式和态度 这样 那咱们上一次说过一件事 就是说咱们聊的是德式游戏 对 德式作用 那还分有一个说法叫美式游戏 然后甚至咱们上次其实没有说太细 因为这里要强调一点的 就是要刨出几种大的类型 首先第一个战棋 这个是不算在我们聊的 德式美式分类里 对 然后其他还有一个像之前咱们节目里头 以前节目中就谈过的这种TRPG跑团 这种也是一个独立的游戏类型 然后再有的像TCG 就是集幻式卡牌 卡牌游戏 万质牌这样 对 就是万质牌这种 这您一听就是一坑 就是它自己是一个 独立的体系 一个遥远的坑 就是它自己是一体系 跟我们也不太 跟我们谈的范围 在狭义的范围之内 不太相关 我们主要这次聊的 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这种德式计算类游戏 其实说到了这份之后 咱们不妨回头来可以聊一聊 就是说一说美式游戏的一些东西 上一次咱们说了 这个德式游戏大概是什么样 那美式游戏呢 美式游戏 德式游戏先说 它脱胎于的是这种家庭生活 我希望这种家庭的娱乐 家庭获得的一些这种快乐 这种这样一些感觉 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 基本都算是德式 没错 然后美式游戏 其实它的诞生脱胎于 是军事沙盘推演 那就是说 这个大家就大概可以想象到了 美式游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 美式游戏首先 它比较注重于现在的美式 咱说是现代的 它比较注重这种代入感 情景的代入感 它会使用各种大量的这种模型 卡牌这些东西 塑造这种真实的 没错 然后美式游戏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随机要素 咱们说德式游戏讲究的是精算 是脑子操 尽量把随机要素压低 那美式不是 它需要用随机要素来反映这种事实无常的变化 第二十啊 第十二啊 什么的这种 没错 最简单的 我扔一个扔一把骰子出去 我打没打着你 对 我要看一眼这个判定 但是你刚才又说战棋和TRPG这两种不算是美式的桌游是吗 对 因为它其实更算一个独立的大类型 我一直觉得这种也是一种挺多靠随机来算的 是 它跟美式游戏之间有很多的共通 但是咱还是上回说的一个前提 美式游戏德式游戏这个说法首先就是国内人分的 老外那是不讲这个东西的 对 不讲这个东西 那在咱们这儿来讲的话 就必须把那些刨除掉 否则美式这个范畴就这太大了 没办法讲清楚 而且那两项其实它是很专的 那美式 现代美式的桌游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 它就是一个棋盘 它再大 它也就不会脱离出来你看到的这一盒包装里的东西 它不像TCG 或者说比如说它不像跑团 你跑团你能无限延伸这个剧情 是的 跑30年什么 对 真的你只要愿意跑的话 原来我们的一个团那会跑了6年多 就是一个主线剧情跑了6年多 你只要愿意 你不想停就停不了了 但是这个游戏咱说的这种现在桌游的概念 有头有尾 桌游还是有限的 跑团是无限的 没有限制的 现在有很多叫做角色扮演式桌游 就是美式中常见的一个游戏机制 叫角色扮演机制 但是它并不是意味着它是一个跑团 当然有些人把它用来跑团 因为它是简单的那种跑团 因为跑团的话 其实你什么都可以不需要 你要一本规则书 一把骰子 一把骰子 你就足够了 对 纸和铅笔 OK了 你就可以玩了 桌游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理解为简化 且把它变得更加华丽的跑团 而且更低于说玩家去玩 没错 有的像你要去跑团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玩家一玩 我一听三两年 算了算了 我不敢玩 做个孩子 做一下午 算了算了 桌游这个东西 毕竟拿出来玩的话 就算美式桌游 一般来讲长一些 一下午 你顶多搭个晚上 这游戏也就结束了 这同时有头有尾 也就算结束了 那美式游戏还有 其中有一些 比如说它有这种 经常有这种战斗的成分 然后它经常有这种 玩家直接被去除掉 就在游戏结束之前就消失了 对 我的目的很可能 就是干掉其他的玩家 这是一个比较很粗浅的分类 因为现在的美式游戏 也是变化越来越大 甚至说德式和美式 这个概念界限也越来越混淆 我们很难说什么是德式 什么是美式 就是这样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 因为美式游戏本身 最重要的是 它给你构建很多有意思的世界 就是让你去体验不同的世界观 咱们之间说德式游戏 其实有一个弊端 就是它在背景还原上很抽象 你有的时候全靠脑洞补 是靠那种 你看刚才咱们说特斯拉 这个完全就是靠 我知道这地址世界 我知道大象拍 我才觉得好玩 大象是干嘛的 其实发布掉功能了 没错 你就需要你的知识背景 和你的脑洞去填 但美式不一样 它默认为你是零 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 你零清楚 什么都不知道 对 那我给你构建出这个世界 你玩这个游戏下来 你基本上对一个粗浅的世界观 你是有了解 而且你会得到一个故事上的满足感 没错 就是你人在故事中 对 这样一个感觉 咱们要这次再给大家再讲一个游戏的一个故事 这个游戏就也是在桌游的历史上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款游戏 可能一说很多老玩家都会知道这个游戏 它叫冷战热斗 冷战热斗这款游戏 首先说它不是一款德式游戏 但你说它是一款美式游戏 又很难这么说 它具有一些美式游戏的一些特点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一个标准的美式游戏 它算是一个美式和德式之间的过渡 对 其实更偏美吧 应该这么说 它是一个卡牌游戏 它首先它是一个纯卡牌游戏 而且只能两个人玩 就是一为一 我把你干死 或者你把我干死 就这么讲 对抗性很强 对 你听这名冷战热斗 它背景就是当年美苏冷战 对 一般人演苏联 一般人演美国 就真的就是这样 那这个游戏是一个2005年的游戏 那它出来之后 在很长 其实到去年 还是到去年吧 应该是去年 之前很长一段 很多年里头 它都把控着一个叫做 BJG桌游排行榜的第一位 人家说BJG是什么 大伙说个额外的知识 BJG是国外的一个网站 那么它是一个桌游的 相当于桌游的权威风向标示的一个网站 它这个上面 现在收录了应该有8万多款游戏 全是桌游 全是桌游 那么这里面也包括一些 咱们刚才说 就是上一期提到过的 比如说这种传统抽象游戏 假如象棋 麻将 这也算 围棋 这其实排名还都挺高的 然后那这个 这些游戏当然还是以现代游戏为主 还是以现代游戏为主 由全世界的玩家来投票评分 然后这样的选出来 这个一个变动排名 所以它经常是一种这个游戏的这种风向标 就是你能够看到哪款游戏好与不好 这个可能会是比较直观 另外它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游戏的销路 是 对 你销量怎么样 这也没有塞钱呢 没有 然后这个应该是没有 但是你可能会有很多人组织去刷票 这个还是难免的 所以它其实有自己的一种算法 因为这个就超出我的这个知识领域了 它有一种算法是能够避免 就不是让你投一票 那就显示一分 并不是这样 还有一个算法 对 而且它还有一个打分段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打多少多少分 几点几 还会有一个出一个这种平均之后 会出数值 这样一个分数 总之在这个榜单里头 能够挤进前三 别说前三百位的游戏 都是相当牛逼的 八万多游戏近三百位 其实近一千位我觉得都挺牛的 这个游戏 那么它的前十名就是备受关注 前十名一旦出现了变动 有一个游戏什么 前十名变了 这就是在这个圈子里 在桌游圈子里的事情 大事 大事 这个位置有变动了 那就第一名就更甭说了 冷战热斗很多年一直把持着第一名 其实它之前第一名 可能就是波多利各 波多利各当年就是第一名 然后后来它被顶替 我忘了是不是被冷战热斗顶替的 总之现在冷战热斗 应该是从去年刚被人踢下来 就是今年 今年刚被人踢下来 之前一直是冷战热斗 是第一名 冷战热斗这个游戏 首先说它也有中文版 大伙有兴趣可以搞来玩一玩 而且中文还是豪华版 做得非常漂亮 大家在这个DeskCon上 应该已经玩到的这款游戏 对 我们又提前做了一个玩事的语言 冷战热斗这个游戏 背景 咱大概说完了 它就是讲冷战的时期 游戏的方法也很简单 这个地板图就是世界版图 这里面有很多热点地区和国家 比如说咱们亚洲熟悉的像日本 然后什么朝鲜韩国等等 世界上看你能想到什么伊拉克 阿富汗 什么阿根廷 什么巴西 烂七八糟的西班牙 就全都有 分成各个大州 除了南极州 没什么事 游戏进行当中 美方就是在每一波 比如说我跟乌投 咱俩人打 咱俩一波是苏联 一波是美国 就这两个选项 就这两个选项 没有别的 咱们每人有一打牌 这一打牌 是你国家的使用的牌 这个游戏里面的每张牌上 都是一个历史事件 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咱们前面说爱迪生那里头 可能就是它套这么一个词 有野史 或者我就套一个名字 让你觉得有个背景 但这个不是 这个游戏里头 这个事情真真真的 发生过 第一它发生过 第二这张牌带来的效果 就跟当年的历史事件 是很同步的 它就完全遵照历史事件 去设计了这个牌的效果 那这个游戏里头 咱们游戏一看上来 开始的时候 在世界地图上 每个国家那儿 都是空白的 那咱们可能会有一些起始 比如说苏联一开始 可能控制着一些国家 有一些影响力 美国也同样 有一些影响力 那么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 就通过不停的打牌 用它的事件 或者是直接用牌上的 影响力的数字 去调整各个国家的 影响力配比 谁能抢到哪个控制国家 就是两大阵营 一个华约 一个美国 一个苏联 然后去抢控世界上的 这些国家 最后谁抢的 战的分影响力高 算分高 谁就赢 这个游戏 其实只有十个回合 还有几种获胜方式 第一是当十回合结束的时候 它那个是有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 一个这种拉锯战一样 拔河的条 那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指针是 就是这个标志物 是放在正中间的 随着游戏的进行 就是如果苏联战优士 它就把这个条 往自己那边拽 那美国战优士 就拽回来 最后游戏结束 十回合结束时 靠谁那边谁就赢 或者是在游戏当中 谁把它拽到自己 最后一格了 直接赢 游戏还有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 这游戏还有一个 叫做核战危机 进度条 就真的是冷战士 有很多事会引发 这个进度条 向前发展 那就有点像 末世时中那种感觉 是吧 就是这个 谁引发 这走到最后一格 谁输 谁引起核大战 谁输 这也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博弈 就是有的时候 你明明在军事上占优 或者你想在哪儿 给对方搞点动乱 搞个政变什么的 你看这事会 看眼那些东西 再看你自己的效果 会引发这个 世界毁灭了 对我不能那么干 一干就输了 你看这就是 这个游戏 大概的一个游戏流程 这游戏 其实如果你都会的话 两个人玩起来 估计游戏时长 在两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 挺长的 挺长的 其实它挺动脑子的 就十个回合 对 其实就十个回合 而且这游戏里头 还有 咱先说说卡牌 不是这些牌 什么事件 对 然后这些游戏里 这个冷战热道当中的牌 分成大概是两种 一种是我走运 一种是你倒霉 就是事儿吧 那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走运的事 假如说是对于美国来讲 它可能它会有马歇尔计划 那这样的话 它会在欧洲 得到很多的这个点数 分配到欧洲去 历史上就是这样 马歇尔计划 就是振兴欧洲 然后导致美国增加在欧洲的 管控影响力 然后接下来 比如美国 对美国重要的 我走运 对于美国来讲 我走运的牌 比如北约建立 这是重要 或者说日美联合司令部建立 这一下的话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 这个历史实践的人 玩的时候 苏联一开始 都不用想去战日本这件事 即使你在日本上 投了再大的影响力 也会被这件事直接扳回 所以说等于说 如果这个玩家在玩之前 他我了解冷战的历史 我会有很大优势 没错 就是你真的会有很大的优势 否则的话 可能你就是真的是 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 就是因为历史就是这样 就是美日联合 是不可更改的一件事情 那么日美联合防卫的 这个也不可更改 他一下就会把这个 让美国直接获得在日本 获得足够管控日本的影响力 不管之前苏联扔了多少 所以说这个游戏 它很多是一个 我是靠这种故事和真正的历史 就真正的历史 等于说我来把控 这个游戏的核心节奏 没错 是这种东西 而不是说像 为什么这是美式桌游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点 因为德式桌游 很多并不是靠这种故事来做的 而是我的数值 学模型来算的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特斯拉 它肯定是有违背历史情况的发生 对 你可以让直流店 这个国家把交流店弄下去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个里头 就很多事情 在大事上 历史是不会变化 靠故事去走 没错 但是你历史是不会变化 然后或者比如说 对于美国来讲 有一张特别有意思的牌 对他们讲讲是好的 这张牌 中文就叫铁娘子 指的就是萨切尔夫人上任 然后英国转入了一种 这种非常强硬的外交政策 对苏联是非常强硬的外交政策 对美国来讲就是好事 但是另一种事 反过来说了 就是有一种事 你倒霉 对于苏联来说 有一张牌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张牌 看起来它是美国牌 可是它对美国人是不利的 这张牌就是戴高乐 戴高乐领导法国 戴高乐领导法国 就是去除美国影响 戴高乐一直就是 我自己主张 法国是牛逼的 法国民族是独立的 然后我不跟你们玩等等 这种什么 法国那会儿就都开始闹这种事 所以美国就很难受 那这样是有这种 或者说是这种 比如说有一张牌叫孤胆枪手 这张牌是指了肯尼迪被刺杀 这导致美国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动荡 不好的影响 对苏联来讲就是好事 我觉得这就是好事 这里头还有一些咱们熟悉的事 比如对美国人有利的一张牌 叫乌苏里江冲突 这讲的是当时中苏 这么高的中度 然后这样的话 苏联就会失去在亚洲很多的影响 这个游戏里有一张牌 就是有一张牌既不属于美国 也不属于苏联 这张牌叫中国牌 中国牌 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是不能 就是中国这么大的一块领地 很重要 是不可以 双方都不可以 都拿不到 都拿不到 这上面就摁着一张牌 叫中国牌 那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它在苏联手里头 这张牌特别厉害 就是它的数值能力 你能看得最高 就特别熬使 但是如果苏联用了这张牌 苏联一开始拿着这张牌 一旦谁用了它 这张牌就要给对方 就给谁 就给对方 就是你苏联用完就归美国了 那美国得上了 美国你用不用的 如果你用了的话 就还给苏联 太真实了 就是这样一张牌 非常就是它对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游戏里还可以 这张这些牌 能说这个数值 第一它是你用这件事来引发这个地方 第二我可以调节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帮我不停的渗透 第三你可以给某一个地区进行武装政变 我直接打你 在你这地方引发动乱 但是每个地方是有一个稳定值的 你打的时候就要扔骰子 然后看能不能超过对方的压采过稳定值 然后你这个地方政变能不能成功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根据世界各个国家的稳定值 就能够看到这些国家真的稳定不稳定 你看这个什么拉丁美洲什么的这个中东地区 这个稳定值就跟没有 其实稳定值就跟没有一样 那就是政变你就能成功基本上 但是你要看到欧洲什么就是发达国家的地区 很难成功 很难成功 你说你想靠这个武力去解决 引发这个动荡 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太难了 投入跟回报不成正比 就是这游戏玩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这个历史的这个 真实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你什么也做不到 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这个设计师在设计天 他对每一个数值 每一个地方的这个 包括这个数是高是低 影响是多是少 他这个概率是大是小 一个是一个很懂历史的一个设计师 他是两个设计师一块做的 然后这个就真的是特别让人 他能够最后变成这个排名第一的游戏 就是这么多年 对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 这个游戏 你刚才说那个有核威胁 就核战的那个 有什么样的事件会引发核战呢 这个里头就有很多事 其实可能会引 或者比如说地区冲突 也有可能 重要的地区冲突就有可能会引发核战 然后还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原子弹 投放原子弹 或者什么这些事情 它都会引发这个 就咱就理解为末日中的变体吧 往前推动 其实就是这个也是跟历史是很相关的 它的起始年份是从哪年开始 这个我还真的忘了 是冷战开始的时候 对 它在游戏里是分成三个时期的 叫冷战初期 中期和后期 那这个三个时期里出现的事也不一样 比如说美国有一张牌 叫做尤里的来信 这个讲的是 尤里指的就是苏联人 然后这个指的就是 当时美国一个小姑娘 给苏联写了一封信 给苏联领导人 那会可能是伯雷日涅夫 或者赫鲁小伯 我忘了是谁 写了一封信 就说你们真的会用核武器来打我们吗 然后结果没想到这封信 就是第一 被寄到了苏联 然后第二 苏联领导人真的给回信了 就是说我们不会动用核武器 这是历史 历史真实事件 这封信 就是这个事件被称为有理的来信 然后等于 其实有很多事情 大家能够看到 就是了解到我们当时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细节 一些小小的细节 一些事 这挺有意思的 然后或者还有一些事 对双方都有影响 就是它既不是美国牌 就是它既是美国牌 又是苏联牌 你比如说这个 反导条约 这事对咱两方都有制约力 就是它都有一些制约力 然后或者是像这种印巴战争 这个也是对双方都有好 都有不好的影响 那这游戏里又 这个设计师巧妙之处就在于 他又结合历史 设计了一块东西 来解决一个问题 那这个游戏里 如果你执行了一张牌 你打出一张 因为你上来摸牌摸的不可能都是你的牌嘛 你有可能摸到对方的牌 如果你使用你自己的牌的时候 你要选择是执行事件 还是执行上面的那个数值 如果你打对方的牌的时候 首先你只能执行那个数值 然后你这张牌子上面的事件 必须强制处罚 就是你必须让人家这个事产生 那这时候就遇到了 就是我真的是有些事 比如马歇尔计划 这我就真的不想让它发生 它对我影响太大了 我怎么办 我是苏联怎么办 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叫太空竞赛 这个当然历史上也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 后来都一直发展到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大家搞太空竞赛 太空竞赛烧钱 烧什么事 每回合你都有一轮 你在这一轮当中 你有一次机会 把一张牌续进去 进行太空 发展太空竞赛 这样也可以 就是这种方式提供了给你一个 把你不想要的牌解决掉的 气牌系统等于说 对 而且又不会太过于影响平衡 因为你不是说无限的序 你每回合只能序一张 所以这个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 关键是让你玩下来 你会觉得合情合理 对 就是 当时他们就是搞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有输出国力 大家大量的资源都涌到这个上面 最后 虽然说最后都扯淡了吧 好多的 历史就是这样 你觉得很合情合理 这个设计师设计的 这点也是非常的巧妙 然后这个里头 每一张牌其实它的背后 都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这个牌太多了 没法一一说 咱就说一个有意思的事 这张牌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事 叫厨房辩论 这是什么呢 为什么叫厨房辩论呢 因为这个辩论真的发生在厨房里 虽然不是谁家的厨房 但是它这个地儿是个厨房 那说这事是怎么回事呢 这主人公 先说这两个主人公吧 第一个 苏联这边的主人公是赫鲁晓夫 然后美国这边的主人公是尼克松 尼克松当时是准备为自己的总统竞选 做准备 1960年之前 他为这个做准备 这是1959年的时候 苏美 他们搞这种 叫什么科技展 就是美国国家展览会 揭幕 然后苏联代表团就去祝贺 所以说咱俩 虽然面上过来 面上得过来 谁也看不起 你结婚我还得给你送个红包 我还得去一趟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就带团就去了 赫鲁晓夫整个就带团去 尼克松负责接待 然后双方在1959年7月23号 展会接幕 然后双方代表团就见面了 这个其实之前大家都知道 都能够猜到双方见面 一定不会是和和气气的 肯定会有问题 结果果不其然 当他们参观走到一个这种住宅的时候 住宅样板间 在厨房里头参观的时候 赫鲁晓夫就开始翻难了 就开始说 就提出来我们国家多么强盛 尼克松就予以回击 人家都准备好了 双方就是掐架来的 提前智囊团都不定备了多少料了 倒出来就弄死你来的 两边谁也不让谁说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赫鲁晓夫 其实据说应该是赫鲁晓夫 先用大拇指点了一下 这个尼克松 他点了一下胸口 然后这个尼克松马上就回击 就指回去 就回击就掠措回去 但是尼克松指赫鲁晓夫的这个镜头 就被拍下来了 至少这张照片被美国人流传出来了 就是这个镜头感觉 就是尼克松就是这种 特强势 特别强势 赫鲁晓夫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种慌乱 或者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状态 把尼克松那种 就是盛起零神 主意这种个人感觉 表达淋漓尽致 就是这张图片 所以这个流传也很广 那这个当时这个事 就被称为厨房辩论 这张牌在游戏当中 当你使用的时候 你需要戳一下对方的胸口 哦 是吗 要真实的戳去 你要戳对方的胸口 所以跟女孩玩 你犹豫犹豫 后来想想 也没有女生跟你玩这个游戏 哪去找女生玩这个 太惨了 然后这个事呢 其实是尼克松本来说 他想做一个政治资本 然后回去参与总统竞争 结果确实给他赢得了 很多政治资本 说这个后话 但是没能成功 因为他碰上一个对手 更会运作自己的 个人形象 叫肯尼迪 对 只有肯尼迪当时 肯尼迪不是搞电视的 辩论 特地去做这种 咱们叫个人营销 又帅着 又帅 肯尼迪家族 我又有这种家族的背景 感觉 无限的魅力 所以肯尼迪就轻松的上任了 当然最后你说要是 要是尼克松上任 会不会打死是他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 不一定 这这也不好说 反正这个段子 就是厨房辩论的段子 其实这件事情背后 就是美苏国力之间的一场竞争 因为据说大概那个意思 就是说赫鲁晓夫 就是说 你看在我们的国家 人人都有这样的 就是这种住房 我们都可以 人人都能有 然后尼克松又说 在我们的国家 就是人人都可以选择 他愿不愿意住这样的房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双方就是谁也不刺谁 这个就是这样一张牌 其实它背后就有 这么大的一段 故事 故事 那每一张牌背后 都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 历史的梗 没错 这个游戏良心在于 游戏里头 那个说明书背后 用了很多页 每张牌给你讲 它的历史事件 所以加上有中文版 那太值得一看了 这个 没错 加上有中文版 所以大家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就可以搞来去看一下 能够看到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 可以和自己 玩一玩 我觉得我们网店里 卖桌游 行 可以 然后这个事 他之后 冷人斗之后 完事 就是说尼克松 不是冷人斗 就是说厨房变乱之后 然后尼克松就竞选 失败 输给肯尼迪 其实那事也有一桌游 叫1960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大会有兴趣 又可以玩那个游戏 又可以看到 当时把这个镜头推进到 那个辩论场景当中去 就是肯尼迪是怎么当选 尼克松怎么没当选 或者你可能 也许能改变历史 也是就可以又进到那一块 把镜头放大在历史的一个局部 把历史片段拆开了 都是游戏 对 都是游戏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游戏 其实我在想 就是这种 这种类型的历史事件的桌游 其实和那个电子游戏中的 测试游戏 其实也有很像的地方 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 没错 因为电子游戏之中 其实你能控制的东西会更多 但这种桌游中 它有一些固定的规则 和地史事件 是你控制不了的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电子游戏占一个最大的好处 是它可以把很多辅助计算 由不用人来干了 人来做这些事情 第一容易劳累 第二容易出错 然后这样 这确实是一个硬伤的一个问题 其实后面 咱们在后面以后的节目里头 如果给大家 咱们介绍美式桌游的话 可能咱们会用一点篇幅 跟大家来聊一聊 电子游戏和桌游之间的互动 这是这两年的一个特点 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比如说像什么 黑魂 黑魂 也出桌游了 特别牛逼 黑魂的 魔兽也出过桌游 魔兽就是有啥傻逼着 但是魔兽的卡牌很厉害 魔兽当年卡牌 只不过现在变成鲁石 当年魔兽学是挺不错的 然后像什么雪原 也有过桌游 都有桌游 很多游戏 甚至咱们如果往前追溯的话 吃豆 这都有桌游 吃豆都有桌游 这真的是挺有意思 但是这是后话 咱们这期就先不展开 跟大伙子说 不再细聊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说 通过冷战热斗这件事情 大概就能够说明一个 现代桌游的一个发展方向 它很难再说什么得势或是美势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模糊了这些 当然也还有 你说固定说得势游戏 这一看就是得势 那一看就是美势 这个是不可能没有的 但是很多精彩的游戏设计 让你越来越难以去 分清这两个 对我去想 或者说你玩的时候 我还琢磨哪个是得势 哪个是美势 别想着你开心就玩 那美势玩家 肯定爱玩冷战热斗 但是得势玩家 同样非常的喜欢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游戏能够排名到第一 那么咱们现在的 其实有很多游戏里头 都有这种感受 比如说现在咱们排名第一的游戏 叫做瘟疫危机传承 那这个游戏首先它是一个合作游戏 大家就是这个梗 也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历史的情况 很就很接近吧 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传染病 在全球爆发 对就是让你听见就干颤的那种病毒 你现在想想 现在这两年那些病毒 你想想可能艾滋病 真的你都不觉得太害怕了 不叫什么大事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讲 全球范围内 在世界版图之内爆发这种瘟疫 然后各种各样的病情 然后你要玩家之间 是各种不同的人 比如说我医生 然后科技工程师 什么交通的调度员 大家配合在一起 怎么迅速的研究出解药 把这个就是研究出疫苗 把解药 研究疫苗把这个事情解决 就是把这个瘟疫危机的控制下来 那这个游戏在玩的时候 首先它 首先它不是一个德式游戏 因为它是合作类的 因为你要控制 然后它很多又不像是一个美式游戏 其实它就是一个合作游戏 你就很难说它是什么 而且这个游戏之所以能排到第一 把冷战热斗挤掉 是因为这个游戏 用了很多一次性的配件 怎么讲 这个游戏最多只能玩24回 理论上说 就消耗掉了 因为这个游戏里头是 按照12个月来划分的 每个月会产生一个事件 你跟你的队友 要把这个月的事件解决掉 当你解决这个事的时候 你就要拿出很多辅助的东西 比如说刮刮卡 你把那卡刮掉 会知道这里的这个月出了什么事了 或者说贴条 这个月哪还出了什么事情 哪解决了问题 你要把那个条撕下来 然后贴在它指示板上 然后甚至说你这个人物死了 那你要把卡撕掉 这就有点像TRVG了 对就非常有角色扮演的感觉 而且你每个事件 每个月的任务 你只能最多完成两次 当你两次都没能完成之后 这个事件就永久封闭 它是随着真实的 现实生活的时间线往前推的 它理论上说 是让你就是跟朋友们 每个月聚一次 然后来玩一次就行了 而且这个游戏里头 你真的这个事情 在现实中你没能解决 那就没能解决 你能怎么办 能读盘吗 你也不能 那就完了 所以这游戏有人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一次性的 这么坑人 好几百个钱 买个一次性游戏 这有什么意思 但是后来发现 有什么样的游戏 你真的让你拿出来 能玩24回呢 其实也不多 那你不如就买一个感受 而且这个游戏 也挺顶营销的 它同样的内容 出了两版封面 很多人可能就会买两个 一个收藏根本就不开 一个拿来跟朋友们玩 然后大家如果去了 Descom的话 可能已经见到了 这个游戏中文版的手发了 有中文版了 中文版的手发 可以去 就是原门槛又没有了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到底BG排名第一的 这种既不得又不美 那走这种感受型游戏路线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有什么样的魅力 为什么它能得第一 你都可以进行一下感受 然后你会感受到 这个几百块钱花完了之后 不那么圆 还挺值 虽然我们都死了 任务没能够 但我能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桌游很多 我觉得它桌游和电子游戏 虽然说咱们可以下期再聊 但我现在说两件事 就是第一桌游 它比电子游戏更多 就是一个能让你和有人 实在的接触 很多电子游戏 你是做不到这点 你就说连机游戏 你也是隔着去做的 而桌游你说 真的是实打实接触 而且会有很多 就是我们说物理性的接触 比如像指一下这种 我以为你想说比如仙桌 仙桌也是一种 比如斯卡什么的 它有很多物理性 就是这些是电子游戏 它没法做到的也是 是 就是这个桌游的 这个社交的这个功能 就是人与人面对面的 这个功能 应该是电子平台 还是不太可能去替代 至少现在是不太可能替代 也有 但是比较少 对 主流的并不是这样 没错 也许以后随着科技发展 大家都插个管了 上传意识了 可能就可以黑客帝国似的 这也不好说 但是至少我估计 咱们这代人是看不见了 这种感受 那桌游 我觉得它的魅力 能够从古至今发展到现在 它能够带来的这些 给人们带来的快乐 带来的这种收获 带来的这种快乐以外的收获 这些附加值加在一起 都是说桌游不可 就是说它不可被替代 或者说它没有在历史中消失掉 反而现在心心向荣的发展起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这期节目是不是时间 差不多了 怎么下一期会聊点什么呢 下一期咱既然已经用冷战热斗 开了个头了 咱又给大伙大概说了说 美式 那下次咱会仔细聊一聊美式 美式桌游的特点 没错 其实与其说是聊美式桌游的特点 不是说咱们应该在美式桌游的世界中畅游 因为美式最擅长的 就是给你创造各种各样不同的世界 塑造世界观 没错 我觉得太好了 今天安利了不少东西 不少游戏 真的是说了不少 对 尤其冷战热斗 太好玩了 下回可以拿来咱们体验一下 当时可以搞起来了 对 那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下一期节目就好好聊一聊美式方面的 好 世界观的世界 没错 下次咱们就漫游美式实现了 感谢 顺天 谢谢大家 谢谢 两位主持人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